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位來開講,今天要來講3個月 這個問題其實是我們之前來看我們 有很多朋友都會請教到,都會問到問題 所以我們起來說 來,代表新人物,今天就是 我們星期的一個人,金社城先生 那天要來做我們的測試 跟我們請過了解一下一些問題 現在問三個月 我們的 煮機 我們最多可以滾到幾天 我們才可以滾到幾天 來 基本上大家報告一個 煮機 這是我們四樓的煮機 打開就是這樣 其實八樓、十六樓的一般都是這樣 我們的煮機有分四樓、八樓、十六樓 還有三十二樓 還有一百二就八樓 丁丁不丁啦 當然 越多樓的這些 目前比較多人的輸贏 一般家庭社我們都會用四樓、八樓來 四樓、八樓一般 我們是一種 類比的團隊 煮機的部分 現在 都可以做一個硬碟而已 一個硬碟最大吃完到幾天 八天 現在還有跟品牌不一樣 大概八天 他目前的機子 進步到什麼呢 目前的機子 他都會有做四合一 還是五合一 什麼叫四合一 五合一呢 一般就是我們 目前主流的這些類比的 HD TBI CBI 還有我們傳統的類比 CVVS 這種的 這個也四合一的 來 更厲害的 會再增加我們IPCAM 再來 這個可以多久 有呢 有關就是我們的硬碟 一般現在的硬碟 我們的監控硬碟 本來都有分 1T、2T、3T、4T 再來跳6T 再來8T 當然目前發電到最高的 已經有發電到 比如說10T 還有12T 一般要看主機 個人的主機 有支援到這裡沒有 再來 你可以多久 這有分全時錄影 就是他四點鐘在錄影 還是你要給他 衛儀式錄影 一般你要全時錄影 來 而且我們的硬碟 都調整到 30瓶 這樣有的 一般他四機做瓶 以目前的技術 H.265 PLUS的部分 應該會差不多 六到七天 沒問題 四機 用一支 我們目前 各大廠商硬 硬機的廠商都會有提供一些 可以讓我們去做資源參考 換算的 的一些 程式 我們都可以自己去換算 所以 這個問題 是看你要做 整天的硬碟 不是說你想要錄幾天 他才能錄幾天 這個問題 請你進行 請你再次回答你的問題 如果有教育我們的鴨皮 會比較幫我記得等一下 訂閱我們的影片 你的問題不中斷 好不好 謝謝 這個問題